OK 所以我們上堂課介紹了這個前面的12個指令 我們還有剩下4個指令 CDEF 就是有關 Flow Control的這些指令 那我想我們C跟D可以一起介紹啦 因為C跟D呢 長得很像 他們的條件不一樣而已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指令C 好 你看一看他Semitic就了解他指令在做什麼 首先指令C跟指令D呢 都是一個格式2的指令 為什麼呢 因為他必須要指定說呢 接下來程式要跳到記憶體裡面的哪一個位置開始指令 所以你看到指令C跟指令D呢 唯有差別 像Conjunion不一樣 對不對 你告訴他一個暫存器RD 他就看說RD呢 是不是等於0 或者是大於0 如果這個條件有成立的話呢 他就把ADDR呢 放到ProvenCounter 那什麼ProvenCounter 我們說過呢 ProvenCounter always指向呢 下一個要被執行的指令的位置 然後 always記錄呢 下一個要被執行的指令的位置 所以當你把ProvenCounter內容改成ADDR的時候 相當於說呢 下一個要被執行的指令呢 他的位置呢 再來給你一下 OK 好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 這個 C220 這指令在說什麼 就是說呢 這是一樣 這是你的Register 這個呢 是你的Memory 注意一點喔 Memory裡面的同時有你的資料跟你的指令喔 好 C220就是說呢 去看R2的內容 看R2的意思 你看R2的內容是不是0 如果說呢 假設是R2 R2的內容假設現在是0的話呢 表示什麼 這個條件成立 所以呢 他就把ProvenCounter呢 指向呢 20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呢 下一個指令呢 就會是這個指令 20這個位置所指的內容的指令 比如說你程式可能本來 本來執行到這裡 然後呢 也就是說這個程式指令呢 內容是C220嘛 假設你現在執行 假設是30 也就是說呢 你現在程式本來在執行這裡 本來分官通常是31嘛 我們把這個寫清楚 我們以後再舉例喔 我只先 先大概舉個一些簡單的例子 好 假設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啊 記憶體跟暫存器的內容長像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的記憶體 然後呢 30的內容呢 是C220 而現在我們正在執行這一行 假設我們現在正在執行這一行 然後呢 R2的內容呢 是0000 OK 好 那你執行30這一行的內容是C220 那我們說過呢 C220的意思就是說呢 去看一下 R2的內容是不是 不是0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 R2的內容 R2發現他是0 所以這條件成立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他會把呢 C220的後面那八個bit 也就是 ADDR 也就是 ADDR 也就是 ADDR嘛 20呢 放到Program Counter 我在這個30正在被執行的時候 本來Program Counter的內容是什麼 應該是31 因為呢 我現在執行30 那下一行 如果SEQUENTIAL執行的話 下一行是31 OK 本來是31 可是現在呢 因為呢 3220的指令執行完之後呢 發現呢 這個 R2的內容確實等於0 所以我要執行這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把20呢 放到Program Counter 所以呢 我就把Program Counter的內容 改成20 所以下一個會被執行的指令呢 就會跳到20來執行 你懂意思嗎 本來我是這樣走 現在變成這樣走 這是一個Jump 改變Flow嘛 OK 所以它是一個所謂Conditional Jump OK 在這條件成立之下 我就呢 改變我的Flow OK 如果不成立呢 反過來講 如果這個內容呢 是000001呢 那這個時候呢 Program Counter本來是31 如果這個內容是0001 執行完這個指令之後呢 Program Counter還是31 所以下一個會執行的指令是哪一個 就是這個指令 大家可以同意是嗎 OK 那我們的程式是在Memory 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的Toy Machine呢 是Van Neumann Architecture 所有的資料跟程式都在Memory裡面 這個有它的優點 有它的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不安全 因為程式跟資料混在一起 我們今天也許最後沒有看到那個例子 就是說因為你的程式跟資料混在一起 當某一些惡意的程式呢 把它的資料變成你的程式的時候 你就會中毒 大概類似這樣的一個原理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Toy Machine 是Van Neumann Architecture 程式跟資料都在同一塊Memory裡面 OK 就都在這裡 好 那我想Brunch Positive 我就不另外講 那Jumper Register跟Jumper Link呢 現在講太早 我先不講它的內容 等到我們再談到這兩個指令 要談所謂的Function Call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看 好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的16個指令 它所對應的指令的格式 跟它真正的Semantics OK 好 那理論上有了這個Spec之後 第一個是說 如果你要寫Toy Machine 的Machine Call 這個就是你唯一需要的Reference Menu 因為Toy Machine 夠簡單 你要寫它Machine Call 你只需要這樣一個Reference Menu 那如果你寫是Intel的Machine Call的話呢 它的Menu大概這麼厚 大概上千頁 因為Intel的指令可能好幾百個 然後它的Infusion Set 遠遠比這個複雜很多了 OK 好 那再來呢 我們今天講完這個Toy Machine 歸名之後呢 下禮拜開始呢 我們就是要從這個Spec 出發 我們會呢 設計出這樣一部的Toy Machine 的Architecture 然後這個Architecture 最終是可以用電池開關 把它的全部做出來 如果你有足夠多的電池開關 你原則上是可以把這部Toy Machine 把它兜出來 OK 好 那由這一基本概念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些真實的例子 我要你寫一個程式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寫一個程式呢 去做8加5 OK 把8跟5加起來 結果呢 依著存到某一個位置 或者是呢 顯示在我們的七段顯示器上面 OK 我想我先給大家看這個程式啦 這個就是我們的最終寫出來的程式 這個程式大長這樣 好 那在Toy Machine裡面呢 它的Machine Code的格式呢 會是這樣一個格式 首先呢你會有一個8bit的整數 就是我們的位置 你看到這00 冒號 冒號以前的叫做位置 所以00就是說呢 位置00的地方 請你幫我放呢 後面這16個bit 然後面的是一個16bit的整數 0008 然後位置呢 001的地方呢 請你幫我放呢 0005 OK 然後位置10的地方呢 我們就開始放程式 這是一個convention啦 通常我們Toy Machine的程式呢 這是我們的memory 我們會讓我們的程式呢 從110開始放 比如說呢 前面16個word 我們通常會保留來放data 這是一個convention 沒有規定你要這麼做 不過我們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們都這麼做 然後程式呢 從這裡 第10的位置開始放 OK 所以呢 我們開始呢 這個00跟01 我們放兩個data 一個就是我們的 兩個倍加速 加速跟倍加速嘛 8跟5嘛 所以呢 位置00我們放8 位置01放5 OK 所有的資料 你都不需要想辦法 放到我們記憶體裡面 因為你要做8加5 所以你的資料裡面 就一定要有8有5 這個你要自己把它放進去 OK 那程式呢 從10開始擺 那中間這個你沒寫 它就隨便放了 你理論上也不會用到 那你可以假設它一開始都是0 可是這個不見得是正確的 因為可能 這個電腦之前有用過 所以這一塊可能有東西 所以你要用的東西呢 你都要寫清楚 那你沒有用的東西呢 你沒有寫到的地方呢 你就不能假設呢 他放什麼 原則上是這個樣子 OK 好那從我從10的地方開始放 我說10要放8A00 11要放8B01 12要放1CAB 13要放9CFF 14要放0000 OK 所以呢這個總共有5行指令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這5行指令在說什麼 首先呢10放什麼 8A00 8是第幾號指令 8就第8號指令嘛 第8號指令是什麼 是RODE 是RODE 如果要記得的話 1到6是ALU嘛 7號是RODE 所以第8號指令就是RODE 所以第8號指令就是RODE 所以第8號指令是個RODE的指令 RODE的指令呢是把 某一筆資料從記憶體搬到暫存器 從哪記憶體哪個位置呢 8A00從位置00的地方搬到哪個暫存器呢 RA 所以你看他的Sementis寫在這裡給你看了 8A00的意思呢 就是把Memory00的內容搬到RA OK 那RA呢 我們會接受到RA、R、B、R、C跟ProvenCounter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呢 RA、R、B、R、C都是0 那現在執行第10號指令 就是這套指令 這套指令指令完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這整個程式已經載入到我們的記憶體裡面了 也就是說呢 這整個程式載入到記憶體裡面呢 我們記憶體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位置00的地方是0008 位置01的地方是0005 中間這一間的Don't Care 位置10的地方是8A00 位置11的地方是8B01 一直類推一直到位置14的地方是00 所以他們Don't Care 所以呢 當我把程式載入到記憶體的時候 我記憶體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開始執行我的程式 從10開始執行 所以他會執行這一行 當執行這一行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這一行說8A00就是說呢 把記憶體Memory Memory00的內容 放到暫層BA 那Memory00的內容是什麼 0008嘛 所以執行完之後呢 他會把0008放到這裡來 所以執行完這一行之後呢 這個RA的內容會變成0008 Memory的內容沒有改變 OK 所以執行完 我執行這一行之後 我現在執行這一行 我這一行就會把位置00的內容 放到呢 這個RA 所以執行完之後呢 RA就會變成8 我其他的都沒有改變 反過來講我們再回到 我們其實剛才一開始就給你看過這個程式的 剛開始的狀態 就是我們剛剛有舉過這個例子 剛開始執行那一個瞬間 這是我們的電腦的status 這是我們的暫層器 這是我們ProgramCounter 這是我們的Memory008在這裡 005在這裡 Program在這裡 然後我們從10這一行開始 8A00 所以就會把00這個位置的內容 從0008放到第8號暫層器在這裡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0008 執行完第一個指令之後 也就是我們這邊 有這本我們所看到的 當你執行完第一個指令之後 RA的內容會變成0008 然後接下來ProgramCounter會變成11 我現在執行11這一行指令 11這行指令寫什麼 8B01 那8一樣是RA的 01是位置01的地方 所以從記憶體01的地方拿到資料 記憶體01的地方內容是5005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把0005放到RB 所以執行完這一行之後呢 RB的內容會變成0005 OK 然後ProgramCounter往下加1變成12 我去執行12這一行 12這一行是什麼 1CAB 1是什麼 1是加法 所以它實際上做的是把RA加RB放到RC 現在RA的內容是8 RB的內容是5 加起來結果是000D 所以它會把000D放到RC 所以執行完這一行之後呢 RC的內容會變成000D 好現在執行下一行E3 E3是什麼指令 9CFF 9是什麼指令 是Write 也就是說呢 它要把RC的內容呢 送到記憶體FF這個位置 那你還記得的話 FF這個位置有特殊的意義 它就是我們的七段顯示器 那它意思就是說呢 把RC的內容印在七段顯示器上面給我看 所以9CFF就會讓七段顯示器顯示成000D OK 然後最後一行呢 是Hold 層次就結束 OK 到這裡為止我就不管它走了 我的Pogon Hound就不再動了 就停在這裡 程式結束 螢幕上顯示000D 就是8加5的結果 這個就是整個的 很簡單的第一個Toying Machine 你把它想成Toying Machine的Hello World的程式了 大概就是這樣來執行 我大概會實際上讓一次給大家看 好 那就像我們講的 這一部電腦並不真實存在這世界上 那可是呢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模擬器來模擬它的行為 OK 其實模擬器呢 是蠻重要的一種 軟體啦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會用到模擬器 什麼時候會用到模擬器 比如說 大概你看過一些GAM的模擬器 GBA的模擬器 比如說你可以在PC上面呢 玩這個Game Boy的程式 那也就是說呢 我在PC上面寫一個程式來模擬Game Boy的architecture 使得說呢 你可以直接把Game Boy的Binary program 載入進來 我就可以在PC上面呢 玩不同architecture上面的程式 除此之外呢 模擬器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當你在開發一個新的硬體的時候 你不會希望說呢你的硬體推出的時候呢 沒有軟體 比如說 Apple呢 在設計下一代的iPhone 然後呢 他做了一個發表會 發表會以後你買到iPhone 可是上面沒有program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軟體廠商都還沒有拿到iPhone 所以他沒辦法在上面開發程式嘛 所以說你就不會有願意買這支iPhone 因為他還要等半年以後才會有程式 因為所有的這個設計 軟體廠商跟你同時拿到iPhone 他們開始開發軟體半年以後 那基本上就不會有人買這個硬體 所以解決辦法呢 就是在我硬體還沒有release之前 我先開發模擬器 讓廠商在模擬器上面開發軟體 等到我硬體release的時候呢 這些軟體就可以直接在這個硬體上面去跑 所以模擬器有很多的用途 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呢 因為這台電腦並沒有真的存在 那我們可以透過模擬器去模仿它的行為 去驗證了我們一些程式的部分 所以呢我們這個 請講 上面一張承文片 OK 這上一個好 嗯 沒有寫的話呢 電腦就繼續往下走 天知道下面在寫什麼 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這邊 這邊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或是他可能會做一些亂七八糟的事 就是說他下面的資料呢 他可能是本來只是資料 可是呢他就把它當程式來執行 當你只走到電腦 如果走到這一行要執行 我還不管你本來是 就是說如果他走到這一行 這一行剛好應該是林台銅子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很有可能 如果沒有這一行他繼續往下走 然後呢他就可能會把資料當作程式來執行 他會有買好資料 他有錢 他有錢 對對對 因為後的OP code是0 所以後面的部分不重要 他只要看到OP code是0 他就知道是後面 對對對 那所以我說呢 最好加上這一行比較安全 那如果不加呢 你就會看到你螢幕一直亂閃 因為他不曉得後面在做什麼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OK 那那個 嘿 所有都16進位 所有東西都16進位 因為我們的 Home Machine就是16bit的電腦 不管是Data或者是Program 全部都16進位 OK 那在訪問 嘿 那是如果 你去再組的話他會請 不不不確定一下 不是16進位 對 16bit的16進位沒錯 好你請說 他在組的話他是Data 這是convention啦 這是convention 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 假設你的程式從10開始 不過TOMO訊其實是可以讓你 決定從哪一行開始執行 那那個 建築 然後那個 大洋機 那兩個 他們會被 被拘捕嗎 他們要拘捕嗎 因為 那我要 因為我一看教堂 能直接設置 如果他 他 不止 他可能 要往 你說 怎麼知道我要把00這個位置放0008嗎 這我們待會兒會做 我待會兒用這個模擬器來告訴你程式什麼寫進去的 我沒有這個模擬器 我現在就做了一次 這是普林斯頓大學的記蓋的課程 我之前講過 所以呢 他們有提供一個模擬器 有Drava的版本 也有 Mac的版本 我現在RUN的是Drava的版本 所以如果 你有成功安裝Drava的話呢 你應該就可以RUN這個模擬器 這是他的模擬器 這是他的模擬器 我們現在來看他最原始的那個Mode 就是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Toy Machine的介面 好 我現在來做剛剛那件事對不對 那如果我是這個60年前的Programmer 我跟這部電腦 我要寫在這部電腦上面寫的是 60年前Programmer會做什麼事呢 那個Program我不要你記不記得 不過我大致上還記得 所以你要記得的話 我們會在位置00000的地方 放0008對不對 所以我做的事情呢 我就會是說呢 好 位置 這是0沒錯嘛對不對 我要放0008 所以我就把開關搬上去 這是就0008嘛對不對 然後我就說呢 我要這個Load 好 我就Load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右邊是我的Memory的Snap Shot 以前的Programmer是沒有看到右邊這個的 他是看到這個 那我現在是怕你輸錯 所以我基本上給你看 你偷偷看一下你有沒有做對嘛 所以以前Programmer就是 我要讓位置0040008 我就翻0040008 然後按Load 他就把位置0變成0008 然後呢 位置1的地方 位置1的地方要放什麼 要0005對不對 所以呢 就是0005 然後我按Load OK 所以他就把位置1變0005 然後接下來呢 位置10的地方 我要放什麼 我要放 8 A A是1010吧 8A什麼 8A00 對不對 所以我讓位置 10的地方放8A00 所以我按Load OK 所以位置10的地方就變8A00對不對 然後位置11的地方呢 是要8B01對不對 8B01 如果寫錯告訴我 OK 8B01 好 那下面一行呢是做加法 所以位置12的地方 位置12的地方 位置12的地方放什麼 1CAB嘛對不對 C呢 就是這個嘛 A呢 就是這個嘛 B呢就是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按Load 好 這個就第1個地方我放1CAB 那1C3的地方呢 我要放什麼 9 我要把C印出來嘛 所以是9CFF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 這是C沒錯嘛 然後9CFF Load 然後呢 位置14的地方 我要放000 不過現在已經是000 我就懶得再輸了 好 所以我把程式輸入進去了 OK 所以我就透過這些 轉移呢 我就可以 按這些按鈕呢 我就把程式寫進去了 好 程式寫進去之後呢 我就可以按ROM 我要先 我首先呢 我要把我的位置呢 移到 Starting address才行 所以我要先 把位置移到10 然後我用LOOK 我按LOOK 你會看到 我現在把那個 有點像把POL跟Counter 移到10的意思 我就從10開始執行嘛 然後我才開始按ROM 要不然我剛剛是在 14那個位置 他從14開始跑 OK 然後我按這個ROM 他就開始跑 最後呢 就把000D 印在音樂上給我看 這是以前的寫程式 大概長得怎麼樣 OK 好 那當然就是說 這個 這一個 這個 模擬器呢 它其實有比較 簡便的模式 就是呢 你可以直接 直接在那邊寫程式 好 你就寫00 就是008 啊 輸出那個是 16 16B嗎 對啊 輸出這是 我說過是一個 七段顯示器 對不對 那這裡面每一個 一般可以輸出 0到F 所以這是4個bit 4個bit 4個bit 所以可以輸出16個bit 那剛剛我們輸出 000D嘛 就是16bit的 16bit的13嘛 你說8跟b 你說8跟b 他小寫的b 小寫的b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一個一個印給你看 對啊 不過我不想說這個事啊 你有興趣的話 你自己可以 那不然我們作業出一下 你就會了 OK 好的七段 這就是一個16bit的整數啦 那我說你可以 像以前的人那樣寫程式 你也可以 他提供一些簡單的模式啊 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 用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文字檔去打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樣的 的格式 就是00-0008 01-0005 然後10之類的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在 外面用一個文字編輯器 這是有很多同學問 就是說為什麼他的程式呢 那個沒辦法載入 我猜很多時候都是 你們的文字編輯器呢 也許沒有 不是pure的這個文字啦 好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可以寫這樣子的一個程式 我先把他這個說起來 好假設我們這是一個文字編輯器 然後假設我現在有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我們 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你都一直加 他又一直說8加5好像不太合理 那你就知道是13嘛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寫一個程式 讓使用者呢 輸入兩個整數 我把它加起來 OK 好那我怎麼寫這個程式 那我基本上從10開始 所以我要讓使用者輸入兩個整數 所以首先呢 我要把使用者 我要請使用者輸入一個數字 那基本上 就像我要從Standard in 讀進來一個數字 所以呢 這一個呢 會是這個 呃 9啦 等一下 8吧 load f 對應該是8 那假設我把它放到a 就8a ff 所以這一行意思就是說呢 我從Standard in 讀進來一個數字 把它放到ra 然後呢 下面一行就是說呢 8b ff 也就是說呢 我從Standard in 再讀進來一個數字 把它放到rb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呢 把這個 呃 a跟b的結果 加起來放到c 然後呢 基本上跟剛剛一樣 然後我把這個rc的結果呢 運到 這個螢幕上給你看 然後呢 我就呢 停止 大概是這樣的程式 所以這個程式呢 就是說呢 從Standard in 讀進來一個數字 再從Standard in 讀進來一個數字 分別放到ra跟rb 結果呢 把這兩數字加起來 放到rc 然後呢 再把rc的內容 印在螢幕上給你看 ok 好 那我就把它存起來 假設呢 我把它叫做add2 好 然後我就可以回到 剛剛這個模擬器 然後我從file 我就open 然後呢 我就再入剛剛寫那個add2 好 他可能在這裡 都沒有 重開 ok no 好 我再重開一次 他開了另外一個了 抱歉 就我 我讓一次給大家看 好 所以我們再用這個模擬器 然後呢我就可以再入我剛剛寫那個程式 OK 這我剛剛寫那個程式 那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 回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一樣去Run 所以我程式已經載入了 這個是我剛剛寫那個程式 沒錯嘛 所以程式已經載入了 然後我去Run它 Run這個原因是因為呢 這個時候需要使用者的輸入 所以我去Run它 你注意到那個In Wait的燈亮起來有沒有 這個燈亮起來 In Wait的燈亮起來表示我在等你 為什麼要等呢 因為它說我要從StandardIn讀進來一個數字嘛 可是你還沒有輸入嘛 所以就是它提醒你說呢 請你輸入一個數字 好 你們想要幾加幾 蛤 八加九啊 OK 那就八加九吧 那是八 所以你就說我Enter 我輸入八 那理論上你注意到RA在這裡 RA 所以Expand我按完這個Enter之後 它應該會把這裡變成 2008 好 OK 有嗎 沒有 我會按錯了 不知道就按了沒有 2008 它Ready了 糟糕 換你什麼事 我還沒Run嗎 我Run了吧 先確定一下好 我可能我Enter 欸 Enter之後還在Run嗎 對 這邊是008了 OK 好 那再來輸入9嘛 然後按Enter OK 然後呢 它就輸入在StandardIn這裡 OK 那8已經被吃掉了 9還沒有被吃掉 那我們再Run OK 那就八加九就是17嘛 所以001就是17嘛 OK 好 那這個大概讓你知道怎麼樣做Input OK 好 我們再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投影片 所以大概知道怎麼樣去Run它 怎麼樣去Run它 OK 跟怎麼樣寫程式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複雜一點的程式 在看複雜一點的程式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呢 不過這兩個指定我們講過啦 這兩個Conditional Jump Branch is 0 跟Branch is positive 就是說呢 你指定一個暫存器 它根據這個暫存器的內容是不是0 是不是證數來決定呢 要不要呢 改變PoggleCounter的內容 那其實呢 所有你看到高階語言的 這個所謂的Flow Control 包含啊 Full Loop 啦 Full Loop 啦 If then else 都可以透過呢 Conditional Branch 來達成 OK 只是呢 它用起來沒有那麼方便 可是呢 其實呢 它都做得到 你所有看到這些高階語言的這些Loop啦 條件式啊 基本上呢 你只需要用到Conditional Jump 你就可以做得到 好 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乘法 我們的硬體現在沒有support乘法 我們是support加法跟減法 那可是呢 如果你需要乘法怎麼辦 你不需要自己寫一個 那我們現在來看 怎麼做乘法 我希望你寫一個程式呢 來做乘法 OK 那乘法怎麼做 最簡單的想法就是連加法嘛 什麼叫做A乘以B 什麼叫A乘以B 就是A個B加起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可以寫出像 右邊這樣的 high-level language的code OK 假設我就現在做3乘9 3乘9 我就是把9個3 3個9加起來 3個9加起來 所以下面就有個fold loop 當A不等於0的時候 我就 C 一開始C是0嘛 C就是我的合 的乘機啦 那一開始是0 然後呢 當那個A不為0的時候 我就把它讓C等於C加B 然後呢 A等於A-1 一直做到A為0為止 所以我基本上會做3次 每一次呢會加上 C會加上一個9 所以相當於呢 把3個9加起來 這次做到乘法 OK 好 當然這個程式有很多的問題啦 比如說它可能會overflow啦 它可能會產生複數啦 它可能會很慢啦等等 不過我先不管它 先不管它 或者是說我沒辦法做複數相乘等等 不過我們先 以這個簡單的版本來看 你怎麼樣寫成 把這樣一個乘法的program呢 寫成Toy的machine code Toy的machine code 好 我把這個high-level的 sudo code呢 寫在右邊給你做參考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想辦法呢 把這一段code呢 寫成這個Toy的machine code OK 其實這個要翻沒有那麼容易翻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 還是有些高階語言的結構啦 像是畫有這樣的結構 這個呢 我們知道呢 Toy是沒有的 所以你必須要先想辦法呢 把它改成 GoTo這樣的一個形式啦 OK 那我怎麼去改這一段 還有再來其實我們沒有不等於0的判斷 我們只有等於0的判斷 我們沒有不等於0的判斷 所以我可以把這一段呢 改寫成類似這樣的形式 這是一個label 叫做while 然後我說呢 這個如果呢 A是0的話 就呢 GoTo 出口 跳到出口去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就可以做C等於C加B A等於A-1 然後呢 我這邊就繼續GoTo wire 然後呢 出口在這裡 OK 我先把這一段 這個fire loop 改寫成下面這樣一個形式 這樣到時候我翻成組合圓的時候 翻成機械圓的時候比較容易的 你看看 這一個 這一段扣在說什麼 首先呢 這個冒號之前 我把這個作為所謂label 這是下面的這個位子 它是有名字的位子 這是某個位子 可是呢 我給它這個名字叫做while 那一樣到了esit 這也是個位子 這指定說這一盤的意思 好 這個程式基本上是說呢 如果A等於0 那麼呢 你就跳到esit這個位子 就是說當作A真的等於0的話 它會直接跳到這裡 GoTo esit的意思就是這樣 如果A真的等於0 它跳到這裡 相當於離開回圈嘛 在這邊相當於說 如果A不等於0 繼續做到A等於0 就離開回圈嘛 所以 第一行是說如果A等於0 離開回圈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就做回圈裡面要我做的事嘛 然後這裡呢 就在歸來回圈這裡 繼續做測試 如果等於0就離開 沒有的話就繼續做 所以下面出行的一個wire loop 一直到A等於0為止 就離開了 所以這一段扣跟這一段扣 你把做的事情一模一樣的 可是呢我沒有用到任何的高階的東西 我只能用到GoTo 跟Conditional GoTo 這是一個Unconditional GoTo 這是一個Conditional GoTo嘛 這個GoTo是沒有條件的 不管怎樣你念到這裡 這個是說呢 如果A等於0我就跳 如果我最後的話就不跳 就往下離開 OK 所以我只用到GoTo 一個是Conditional GoTo 或Unconditional GoTo 所以我首先把這一段扣成這樣 接下來我的翻譯會比較相對容易一點 OK 好那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把這一段扣跟原扣呢 一一的盡量一一的對應成 對應的這個PoIt Machine Code OK 好首先你看一看到 390是一些常數 你必須把它準備好 就是說3是個常數 所以你的資料裡面一定要有3這個數字 要不然的話你根本沒辦法拿到3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就一開始呢 先把這個 啊 就你要把3跟9放哪裡啦 這個是你自己決定的 那 課本的扣是把它放到00A啦 你要放007也可以啦 不過我們就follow課本的扣 這樣不要不容易出錯 我就說0A這個資料這個位置呢 我放0003這個資料 0B這個位置呢 我放0009這個資料 OK 那0其實可以不用放 為什麼因為R0 always是0 你需要0的時候去R0拿就好 不用在你的記憶裡面 再找個位置放0 理論上是不需要 如果你真的要做也可以啦 所以呢 課本的做法是這邊 我又把C這個位置呢 放0000 OK 不過就像我講的 你是可以不要放的 因為R0就是0 你可以需要0的時候去R0拿就好 OK 所以我們資料先放好 接下來我就開始來翻譯這些code 我除此之外 我還需要一些額外的常數 哪一些常數呢 1啦 對不對 因為你看我程式裡面有需要減掉1嘛 所以呢我需要1這個常數 那我會把1這個常數呢 放在01這個位置 因為他的名字就叫1啦 所以比較好記 不過就像我講的 這位置你要放哪裡都可以 你知道 只要對應好就好 OK 所以我所需要的所有資料 那有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開始來翻譯這邊code 所以第一個我要做的是什麼 A等於3嘛 然後你要分配一下 你需要3個變數 ABC 那你要把它放到哪些暫存器 那我們最簡單的做法呢 就是把A放到RA B放到RB C放到RC OK 所以我們先這樣來分配 待會如果還需要我們再來 再來 assign 所以以後我看到A呢 我就把它放到RA OK 好那現在看第一行 A等於3 那A等於3的意思就是要把3放到RA去 那3在哪裡 在位置0A的地方嗎 那你怎麼樣把資料從 記憶體放到暫存器 要用load 所以我們從10的地方 我現在看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 位置0A的內容 送到RA 那怎麼樣的指令可以做到這件事 它是一個8A 0A OK 好那第二行指令什麼 B等於9 那很類似嘛 對不對 8B 0B 對不對 因為9現在在0B的位置 放到RB這段去 OK 然後再來C等於0 C等於0 這邊就有兩種做法 如果知道課本現在的做法呢 它有0C 你可以用8C 0C也可以對不對 8C 0C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這邊有一種做法是8C 0C 另外一種可能的做法呢 1C 0C 對 1C 0C可以 1C 0C就是把R0加R0 結果是0 放到RC 所以這兩種做法都可以了 這兩個都可以 好不管怎樣 那我們這三行就把前面三行指令做完了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待會需要用到這個-1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1這個常數呢 先想辦法放到某個暫存器 那我們就把呢1這個常數呢放到R1 所以呢我們再做多做一件事 雖然這邊程式裡面沒看到 可是呢 我們所有要運算的數值呢 都要放到暫存器 所以我們要把1呢放到R1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是 這個81 然後1在哪裡 01 8101 所以這個做的事情呢 是把1放到R1 OK 所以以後我用到1就是R1 OK 好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做下面這個loop了 下面這個loop 好壞喔 那你知道壞有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就是什麼 14 對不對 這個壞有呢 其實就是放在我們14這一行吧 對不對 位置14的地方就是這個 我想要做什麼 如果A等於0 go to ESIT 這件事怎麼做 branch0嘛對不對 branch0是第幾號指令 C嘛 branch0是第C號指令 所以這邊我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 A是0 A是什麼是RA 如果RA等於0 go to ESIT OK 所以 是C branch0 看哪個佔存器 看A這個佔存器 go to哪裡 不知道 還不知道 因為ESIT是第幾行 你還不曉得 對不對 因為ESIT在這裡 對不對 如果一切速率的話 14151617 可能是18 可是是中間那麼順利 我不知道 所以我還沒辦法寫 所以我先碰 等到呢 我全部寫完之後才知道它到底是多少 有可能是18 不過現在不敢成立 對不對 好那我先放著 待會我再來回答 好那 我們再翻下一行 C等於C加B E5這一行 C等於C加B 這個容易嘛 加法就是1嘛 誰加誰放到誰 C加A放到C 1CCA OK B啊 1CCB 好這16行呢 A等於A-1 減是第二號指令 那A-1 A在RA E在RE 結果放到A2 A1 OK 現在來go to 壞喔 go to 這個unconditional jump 可是我沒有做過 沒有講過unconditional jump 不過呢 你可以用C0來代替unconditional jump 為什麼 因為C是branch0 0是R0 R0一定是0 那他說如果R0等於0就跳 那R0一定是0 所以他一定會跳 所以呢 unconditional jump 你就用C0來寫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問題要跳到哪一行 go to wile wile是什麼 是14嘛 所以我現在知道wile其實就是14這一行 所以我就go to14 這一行相當於是go to14 對不對 14就是wile 就是這一行開頭 好那確實呢 那18呢就是我們的ESIT 接下來是什麼我不知道 接下來我乘法已經做完了 就是乘法做完以後要做的事 可是我知道呢 ESIT這個label其實就被對應到18 所以這邊我就可以填回去是18 OK 所以他就會這樣做下來以後 就在這邊形成一個4 loop 一直繞繞繞繞繞 一直到呢 A等於0跳到18繼續往下做 這樣可以理解嗎 OK 好所以這就是一個乘法的program 我其實並不複雜 對不對 你看說他也不過才八個指令 八個指令就做完了那個乘法了 OK 好這是我剛剛寫的那個程式啦 OK 可是他已經不見了 我還在還在還好笑 OK請說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可能會有問題 嗯 嗯 因為我可以用那個 就是那個 東西的那種可以用 D B B 也可以啊 你說brank is zero 可是D0就 always不成立 那你要D誰 A A啊 可是這樣的邏輯 就變成 有可能 因為我這邊是unconditional job 我一定要跳嘛對不對 你只要找到一個條件 偶爾會成立的 我覺得沒問題 可是現在A 你怎麼能夠保證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A會是什麼 對不對 因為講那個A你在這裡做了 你要那個A一直在這裡 他怕知道A是不是0這件事 因為這基本上 本質上我要一個unconditional job 就是說這個我一定要 go to14的意思啦 那如果這邊用A 除非你能夠保證 A一定是0 或一定是大於0 要不然的話 因為A不是A 所以雖然 那就是如果A大於0 我就把他跳上去 Y和O行 OK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如果A大於0 在這個program裡面應該是OK 沒有錯 然後我就把一次 那個時常我就不要跳到一次 就是讓他 跑下來 你說這一行就不要跳到 E在這裡嗎 對就那一行 應該是很遠去 那你這行要直接去掉 對然後就直接 下面那個 就是當A 那就要跳到15公司吧 也許可以 那確實一下 我不太敢保證就是了 就是這邊減掉1以後 再去判斷A是不是大 如果A大於0的話 就回來15G去做嘛 那如果一直到F大於0 他就直接跳到18 第一次就這樣 這邊改成D A1 D A1 D A1 這全部要shift了 這邊變D A1 4了 然後這邊變14 15 16 17 是這樣嗎 也許是 不過我建議你寫的程式 就是把程式踢進去模擬器 然後你bug一下 我目前看起來也許是對啦 不過我不敢百分之百保證就是了 這可能會牽涉到你的A要從哪裡開始 會跟這個有關 A要從3開始才從2開始 會跟這個有關 3 一開始是3嘛對不對 對 所以 2 1 0的時候 才會掉掉 聽起來是三次啊 還是三次應該是 聽起來是OK啊 對啊 OK 18行我現在不曉得寫什麼 Depends on 那個程法Fort looper之後你要做什麼 比如說如果說要把 成績印在螢幕上 那麼呢我的18行就會寫 9 C FF OK 18行就是你程法做完之後你要做什麼 那這邊的話 如果說我要做的事情是把 成績印在螢幕上給你看 那我就會寫9CFF 那如果要做其他事就做其他事這樣 OK 就程法本身翻譯到第17行就好了 那第18行就是說呢 我程法已經做完了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那你就把要做什麼寫在18行開始這樣 OK 好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看那個那個program 一模一樣 基本上一模一樣 有一點點差異啦 比如說0D那個基本上我覺得不重要 他為什麼需要那個之類的 然後他他基本上做的是 喔他基本上 他設計很奇怪 他本來是希望把這個成績寫到 位置0C的地方 可是他實際上也寫回去 他就把他印出來給你看 對 這樣 所以說這裡面有一些不必要的啦 比如說這 我覺得這兩行是不必要的 0C跟0D真的不用用 那0C0D不用用的話你這一行要換 就換了剛剛同學講的那個1C00 換了1C00就好了 OK 你說0C嗎 你說0C嗎 他本來想像就是說 基本上你可以想就是說 所有的變數都應該有兩個copy 一個copy在memory 一個copy在暫存器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意思是說0C就是我那個C那個copy 可是實際上他也 你把它寫回去也沒有用嘛 因為C接下來不會再被用到 他就把它印出來 既然把它印出來 其實你也不需要把它寫回去 所以有點重複 這個沒有對或錯啦 就是看你要寫的多formal OK 因為理論上我們應該想說 所有變數一開始應該都在記憶體裡面 只有當他要被運算的時候 才會把它搬到暫存器 所以所有的變數應該都有兩份copy 他真正的formal的copy 應該要在memory裡面 所以所有的變數ABC我在memory裡面 都幫他留了一個位置 他的一開始的念頭是這樣 反過來講Compiler剛開始翻高階語言的時候 他確實也是這樣想的 當我看到一個變數 我就在記憶體留個位置給他 當他現在需要被運算 我就會把那一塊的copy在暫存器來 做完運算之後再寫回去記憶體 formal來做應該這樣做 可是做完優化以後 你們在這個case裡面 Compiler應該就會發現 我根本沒有必要把C寫回去 因為根本不會被用到 我把他寫回去是浪費 他最後只是直接從RC印出來而已 所以我就沒有必要把RC再寫回 記憶體0C的這個位置 因為根本不會被用到 我算聰明一點 Compiler就會發現 我根本不需要做這件事 OK 那這個我覺得 就是一些option OK 那個 是 你說哪一個 B體行 沒有 因為剛剛之前 就是R04O2 對 然後那個有可能會被 不會 你可以想的是說 你的錄像檔 當你 他就不凡線連起來 寫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去連 所以就跟我寫 就是D0號暫存器的 RIGHT Enable 根本就永遠不會打開 這樣就好了 對不對 我如果設計成這樣功能 我在設計這個 Toy Machine的 RIGHT Enable 的時候 我就會根本不接 R0這個暫存器的 RIGHT Enable 我就直接把它RIGHT Enable 接地 基本上他就永遠不會被寫入 大概是這個意思 OK 或者是呢 R0根本就也不是暫存器 直接接 這個 16條接地線 他就是 永遠會被寫入 OK 好 那這個是他的 步步步的一個 確實 那我想你有興趣看 我們就不再去確實他 你就還可以理解他的一個運作 好 不過呢 這個 這個乘法的程式會 WALK 不過呢 他有很大的問題 什麼樣大問題 回到這個Full Loop來看 這個Full Loop 會被執行幾次 下面這個Full Loop會被執行幾次 A次嘛 執行A次 所以呢 我寫這個 乘法的程式呢 計算A乘以B 它的複雜度會跟A有關 那如果現在做的是1萬乘1 那我就會做1萬次 每次加上1 那有時候要寫1乘1萬嘛 那如果就是1000乘1000呢 不管怎樣都叫1000次 對不對 所以這個乘法 會WALK 算出來結果正確的 不過呢 他很沒有效率 因為他會跟你的 倍乘數跟乘數的最小值成正比 文圈的執行數 這個次數 會跟A跟B的最小值成正比 OK 那我也沒有辦法讓這個乘法 有效率一點 因為乘法是一個很常見的操作嘛 那我們就回到 我們說 剛剛我們是用什麼 連加法來做乘法 可是在 生實世界裡面 考試的時候 你問你 念小學的弟弟或妹妹 誰會用連加法去做乘法 OK 那我們怎麼做乘法呢 OK 那我們現在要看二進位的乘法 這是十進位的乘法 我想十進位的乘法大家都會乘嘛 對不對 一二三四乘上一五 一二怎麼乘 把二乘上一二三四嘛 變成二四六八 然後接下來呢 把一乘上一二三四 只能注意這個一是十嘛 所以呢 我要把整個一二三四的位置呢 往左邊 shift一位 因為這個一計是十 同樣道理這個五呢 其實是五百 所以我把五人乘上一二三四 得到六一七零 可是呢 我會shift兩位 因為實際上這五是五百 所以我後面基本上要兩個零 我沒寫的意思啦 那一樣道理 做完之後呢 全部加起來 那二進位乘法呢 一樣的原理 所以我把一零一一乘上一一零一 然後呢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一乘上一一零一 然後乘法 這個是一乘上一零一 這個是零 基本上就是零 也可以說不寫啦 那這個一呢 一零一 可是呢 要有兩位 因為這個一 其實這樣子一零一零 同樣道理這個一呢 是一零一零 一樣的做法 那我有沒有辦法把這個乘法的這個 乘序呢 把它寫成一個乘式 基本上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呢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乘法的乘式 在這裡 OK 假設我們做的是十六位元的乘法 十六位元的乘法 也就是說呢 A跟B呢 都是十六位元的整數 我們先不考慮負數 我只考慮正數 OK 所以它整個的邏輯像是這樣 我要做A乘以B C是我的成績 一開始是零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會去看B的第I的B B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下面的倍乘數嘛 就看到右邊那個例子 A乘以B B就是那個 螢幕電腦的乘數 B應該倍乘數沒錯 我們就看倍乘數的第I的B 如果 B的第I的B 是零的話 什麼都不用做嘛 如果B的第I的B 是E的話 我們做什麼 我會把呢 A呢 向左邊 shift的I的B 然後把那個結果呢 加到C 對不對 我們基本上乘法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這樣一段扣呢 我可以解釋 這樣一段 Java的扣 我想C可能也長得差不多 是這個樣子了 OK 這樣一段扣可以做16位元的乘法 可是呢 這個回圈呢 Exactly做16次 不管你的A跟B多大 這個回圈呢 就是做16次 OK 所以某種程度上呢 這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16位元的乘法 剛剛呢 會跟A跟B的最小值程度比 這個是一個常數16 回圈指線次數 這個常數16 以後我們 你們會談到演算法分析的時候 就會談到呢 這是一個屬於 這個BiggerO Constant的一個演算法 這是最有效率的演算法 OK 基本上Constant應該是最有效率的演算法 雖然說這個Constant可以很大 不過你反過來講 如果A跟B呢 最小值小於16的時候 比如說你做3x8 其實這個方法不見得比較有效率 因為這個方法一定要固定RUN16次嘛 可是In general來講 這個方法呢 平均來說呢 會最有效率的 OK 好那麻煩這個是高階語言的Call 我跟你講你們現在有沒有看懂這段Call 我們去確定你們C交到哪裡 這是4 loop應該交過 那4 loop呢 會有三個Statum 這是Initualization 對不對 這是Confusion 這是Advancement 對不對 然後基本上它就說 一開始A是15 然後呢 我們去判斷這個條件有沒有成立 如果條件成立的話 我會做這樣這些事情 回來之後呢 做一下I點點 再來看一下這個條件有沒有成立 條件有沒有成立 條件如果成立繼續做 條件如果不成立就跳出去 OK 所以這個回旋原則上呢 會被指定16次 每一次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B呢 向右邊Shift的I個B 再跟E做End 這個就是取出B的DI個B的做法 我們待會兒再仔細瞄準它 所以B向右邊Shift的I個B 然後呢 再跟E做End 就是取出呢 連來的B的DI個B 然後就看 連來的B的DI個B 是不是E 如果是E的話呢 我會把C呢 加上A向左邊Shift的I個B OK 如果不是的話呢 我什麼都不做 然後再回來就做 OK 這個就是高階原的 有效率的乘法的Sudo-Core OK 好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我們再回來看 怎麼樣把這段Core呢 轉成Toy的MachineCore 我們先休息10分鐘